之前穆叔提到了他,确实和马杜罗有相似的地方,同属于左翼,只不过是中左翼,而非马杜罗的极左翼。 特别是他的很多政策,其实与美国民主党更接近,而非与特朗普的共和党更相似。 奥巴马当年竞选的时候,主打的是什么?改变。 奥巴马的口号是,Yes, we can. 这个词在西班牙语里是,S,Southistput,如今又成了光伊多支持者们的呼喊最多的口号。 查维斯当年与奥巴马也谈下风声,从同样的口号上也能看出,人们把光伊多当作了他们的偶像,希望这位35岁的年轻人,能让国家走向正轨。 另外,穆书认为,光伊多之所以被视作是拉美的奥巴马,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他想的与奥巴马还真有几分神似。 虽然奥巴马是非洲裔,他说拉丁裔,不过两人肤色,个头,提形,确实差不多。 再加上他的口号,这说明委内瑞拉人希望改变这一种期待吧。 那么,他能改变什么呢? 此前两天在接受英国天空电视台采访时,他已经提到了马杜罗无力保护中恶投资,因为目前该国通胀率高达100%。 甚至100万,投资风险当然不小,而他在接受路透视台采访时,表达得更直接。 光伊多说,委内瑞拉跟换新政府,对中俄是有益的。 他称,最适合中俄两国的,是确保委内瑞拉稳定,以及换新政府。 马杜罗没法保护委内瑞拉以及每个人的投资项目,当然对投资国有风险。 这或许是他所说的要做出的改变之一。 而且他说已经把相关信息给中俄,但2月1日普京的总统府发言人佩斯科夫则说, 克里姆林宫还没收到来自光伊多方面的任何信息。 如果在任何时候收到任何来自委内瑞拉反对派的信息,俄罗斯方面都会查阅。 他还强调,俄罗斯的政策是依然支持马杜罗。 这样做其实很容易理解,未来马杜罗下台后加以实施,来挽救该国的经济危机。 这个复兴计划名叫国家计划,与马杜罗之前提出来的祖国计划针锋相对。 瓜伊多的国家计划,包括复兴委内瑞拉曾经伟大的石油公司PDVSA,修复委内瑞拉破碎的医疗服务, 向最贫困的48%的家庭,提供基本的食物需求和补助等。 与马杜罗不同的是,瓜伊多的计划,并不强调大规模国有化, 而是要通过复兴石油产业来增值经济,建立一个公共基金,以此来给贫困源口提供救济, 而不是政府直接拿走石油收入来发补贴。 他的这些政策,其实与美国民主党,特别是奥巴马指定的政策很类似, 与特朗普的很多政策并不一致。 这也能看出瓜伊多党派的中左翼色彩,而不是特朗普的右翼伯手如影色彩。 你如何看待瓜伊多? 欢迎关注目书分析,多转发,将更多朋友了解。 点击投像。